这辆大货车旁占了多名香港警察 这是晶片抢案现场 根据港媒报导 16号屯门发生劫匪抢晶片 这辆载晶片的物流货车抵达停车场 工人搬运14箱价值60万美元晶片 但遭三名黑衣人尾随进到升降机 随后被袭击抢走晶片 不料送货工人于攻煞升降机内遭三名匪徒袭击 该批芯片被截 匪徒得手后乘接应车辆逃走 有一名员工受伤 香港警方已经立案处理 再未有人被捕 港媒指出因为晶片价值高体积小 有专业的嚣张管道 疑似是物流消息走漏 遭人眼红打劫 无独有偶日前在深圳 一家电子厂也发生晶片窃盗案 被偷走21万片 价值数千万元 好在半天内破案追回晶片 我们去的时候厂内的监控主机 就被拆卸了 所以厂内的一些视频 我们是看不到的 根据陆媒报道 晶片已经从买不到 变成价格翻涨买不起 还有高盛报告指出 这波晶片荒 导致全球169个产业受到影响 我们上个月感受很明显 我们的供应商 或者我们的供应链 因为这个事情 没有暗示的交付我们的产品 当抢钱变成抢晶片 直接说明了一颗小小晶片 在市场有多难得多值钱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